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王源 我的最新歌曲 已经在唐庆音乐娱乐旗下的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上线了 这是我的新歌 就在牛女音乐吧 看你之前出国前 长发动态是特别想家吗 因为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觉得说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 那最想家国内的什么呢 食物 食品 我想念小龙虾 烧烤 火锅 就好多吃的 就其实很想国内 感觉换了一个环境之后 感觉自己虽然每天过得还是很正常 在上课 在学习 但总感觉是缺少一点归属感 在国内总是会觉得归属感比较多一点 而且会觉得心里非常开心 如果想让你也办了一场很有仪式感的演唱会 那身处在演唱会当中 你有没有哪个瞬间是感到真的是情绪一度很激动 其实是在演唱会最终的时候 有些话在现场没法说 怕自己说不出口 也怕其他怕你们哭了 这场演唱会其实一直筹备了很久 算是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也算是给粉丝的一个礼物 但是到我最后的时候 我真的是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情绪 会到达那样一个高点 因为我觉得这场演唱会要结束了 然后真的很开心 但准备这么久的一件事情就要结束了 然后可能粉丝们也要很久见不到我了 也要离开生活非常熟悉的环境 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求学 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不舍和一个激动的时候 所以说那个时候情绪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点 谢谢大家 在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中 可以自己直接想象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是挺舒服的一个环境 因为每天会去上课 然后回家去写作业 生活非常的规律 饮食啊包括什么都还挺规律的 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 能够感觉到自己在进步 但是始终还是觉得还是没有归属感 所以每天都想回国 对 会有不适量的地方 刚来的时候会 因为刚来的时候牙齿肿了 然后导致发烧 而且来的时候饮食也不太习惯 所以说就是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后来慢慢地在克服 那你是比较想到这种 比如说在国外 很少有人认识你 亲近了还是会觉得 这其实有一种独处 异象一点孤独感 其实是清静吧 确实我如果一个人在这里生活的话 我会觉得会蛮有孤独感 但其实我觉得说 在我国内的工作和这里的生活 穿插进行的情况下 其实是一种 是一种充电和一种放松 那你觉得有没有每首歌 你能表达出一些东西 夜间游泳池吧 夜间游泳池吧 最近我非常的对不起我自己 我过得太安逸了 就是有一些碎片式灵感 但其实没有写出歌来 原这张专辑 一方面是不收录其他的原创歌曲 然后另一方面呢 又找其他的制作人帮你去完成这个音乐专辑 带给听众的感受是愉悦的 据说在后来 我也很努力地去写一些歌 然后并且那些歌都是我认可的 然后把它放在了专辑里面 但在那个时期恰好听到了很多 我觉得非常不错的 来自其他人的歌 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收入进我的专辑里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好的事情 它是保障我专辑质量的事情 所以说我会去把它做好 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 虽然没有完全创作 但是我相信它的质量一定是不会很差的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每个人来听都会有每个人不一样的理解 所以说还是挺喜欢这首歌的 以最柔的柔去感同世界 用最完美的笑去瓦解 这次你会又听到一些不错的音乐人的歌曲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这个人听歌的习惯还挺奇怪 因为我有固定的歌单 就是国内之前有一些固定的歌我一直会听 现在这边因为有一个人听他的每日推荐 他每日推荐都会不一样 然后会有国外很多 不管是大众的小众的音乐人他们的歌曲 所以说是一个蛮好的吸收方式 你还是觉得在你手里放的最久的一首歌是什么歌 其实我有很多歌都是一直会发展播放期里一直听的 但是我据我就是有一个播放次数的那个显示的话 之前我是听柔听的最多 因为我一直在想怎么改它怎么改它一直在听 有什么想跟国内想你的粉丝他们说的话 希望大家真的要照顾好身体 因为现在也马上就要冬天要来了 国内会变得非常冷 然后当然这样也挺冷的 希望大家照顾好身体 然后别人担心我 我会努力的写更多好的歌 写更多好的知识